天冷了 过两天内务府 要送过冬的东西来 你告诉江总管 易英的绸缎衣料 咱们都不要 全换了炭火炭盆来 好 另外 再让他多送些水仙和梅花 是 那江中民 总算没有忘恩 笑得知恩图报 咱们宫里想要些什么 但凡他能做主的 都会易英给咱送来的 暖阁里要多用炭火 你每日三次 亲自送鲜花来 供蝴蝶采食花粉 好 一定要亲力亲为 放心吧 我要的衣服做好了吗 做好了 快去拿 云烟细紧的斗篷 按照小主的吩咐 您看 是天水壁的颜色 是 我要的就是这个 终于有心思 肯打扮自己了 素服几个月 既是因为没有月吉者 可是我为他而容 也是为我那孩子扶桑 敬一敬我这个额娘的心意 可是想通了吗 多谢姐姐教诲 今日之我 已非昨日 好 岂有此心 事不宜迟啊 臣妾年事 欲事 焦躁 清重有诗 担请皇上 念载多年情分 宽 又 臣 切 宋芝 等本宫写完这份陈情书 你把它交给苏培圣 让它转给皇上 娘娘为了皇上 朕是委屈求全了 委屈求全也好 臣请表输赢 本宫只想让皇上 看在多年情分 不要把本宫冷落在这儿 弄碧听说 穗玉轩也是如此 皇上再未召见过婉萍 那是她的报应 现在本宫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希望皇上 心里能够有本宫就好 还不够烂 再炖炖 山子太大了 要稳火炖 估计老了可不好吃 你看这火 等一下加点红枣和黄芪 小竹脸色不好 得多补补 欢比姐姐帮我一下 把这蝴蝶往前挪一下 好香啊 能不香吗 我的小姑奶奶 不弄出些香味来 小竹的斗篷怎么会香呢 你呀 好胜看着这些炭火 小心冻坏了这些蝴蝶 皇上 皇上好好的 怎么叹气啊 朕在看年事的陈情书 自自恳切 朕想起她多年的情分 实在是感慨 一夜夫妻百人 皇上是长情之人 念旧也是理所应当 姐姐师子之痛过了那么久 大月也好多了 皇上若是想念年妃娘娘 不如去看看她吧 婉嫔朕尚且不忍心去看 更何况年妃 罢了 明明最恨以色是他人 可如今 我却只能以容色吸引她 听说 前几日年妃尚表请罪 言辞恳切 皇上颇为动容 只是暂时 还未知可逢 您更要在前朝炙手可热 尝此下去 年事来迟早会复虫 到那时候就棘手了 你看 下雪了 是啊 出雪之日 皇上总会在玉京宫家宴 今年的出雪来得晚 嗯 虽然来晚了 却是一场大雪 瑞雪照封年 明年一定会是封年安泰的景象 婉嫩 婉嫩还是没来吗 一早就前锦西来回话 说身体不适 臣妾就许她多歇息几日 难怪看着人少些 还有曹贵人 因为瘟疫公主怕冷 所以留在宫中没有出来 皇上 惠贵人 现在也还没来呢 她一向都不会迟到 怎么今儿来晚了 雪后难行也是有的 皇上吉祥 皇后吉祥 臣妾有事来晚了 还请皇上皇后恕罪 无妨 起来吧 谢皇上 怎么今天会来晚了 是有什么事吗 臣妾刚才经过乙梅园 看见新开的梅花 一时摊看所以来晚了 以梅园的梅花都开了吗 梅花甚开甚是好看 哦 惠贵人 这么好的景色岂可辜负 不如你陪朕一同去看看吧 是 臣妾遵旨 寒雪梅花 皇上别抛下咱们独自取乐 也带同我们一同去吧 一架已没人 小主 惠贵人带着皇上来了 来 信女真是 无财无德 不足以保养皇嗣 心怀感愧 无言面胜 在此真心助导吴皇 得上天庇佑 平安喜乐 福泽万年 若得所愿 信女愿一生吃素 不再成宠 皇上 皇上 是你吗 臣妾施德 不宜面君 你怎么不看朕 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皇上别过来 臣妾的鞋袜湿了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皇上还记得 可臣妾 却不敢再记得了 手这样了 不怕再冻坏了身子吗 臣妾一心为皇上欺负 若让皇上担心是臣妾的不是 臣妾先告退了 你看万瓶身上全是蝴蝶 蝴蝶 虎没要说 这时候 哪里来的蝴蝶 蝴蝶以为你轻的 臣妾也不知道 你若是为朕起伏再冻坏了身子 岂不让朕更加心痛 你身上好香啊 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 你让朕心醉 臣妾日夜为皇上祝福 沐浴熏香 不敢有一丝疏忽 如此甚好 婉嫔小产之后 一直待在房间里边不愿意出来 本宫担心了好几个月呢 臣妾日夜为皇上和姐姐助导 希望皇上和姐姐和好如初 再无嫌隙 如今果然得偿所愿了 朕与桓桓 何时有过嫌隙 从来没有 只是臣妾身子不适 不宜侍奉皇上 这下你可高兴了吧 各位其主罢了 咱们做奴才的主子高兴了咱们才过得好 不是吗 皇上跟前我可没少说婉嫔娘娘的好话 得了吧 只要能讨皇上的好你都帮 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 这也怪了 惠贵人肯帮婉嫔娘娘 怎么不多帮帮她自个儿啊 她身子好了后 恩宠可不比从前了 你们都在外边吧 那日为难婉嫔也罢了 法贵也不说 你还给她那么大的羞辱 现在好了 婉嫔一拾手腕她就得势了 你看看这一天 皇上一见了她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 你说 这往后还有咱们好日子过吗 娘娘你这么担心干什么 这宫里的女人有得宠的时候 就有失宠的时候 况且她是个贫位 我是贵人 娘娘您是妃位 这二对一 你有什么可怕的 你也会说二对一啊 宫里争宠 人多就能胜吗 我看婉嫔这个样子 是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了 可娘娘毕竟是妃位呀 这管理嫔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况且这家中逃的事情 已经是死无对证了呀 婉嫔不能拿咱们怎么样的 谁知道呢 认病吧 小主今日也劳累了 不妨找些歇息吧 是有些累了 但现下还不想睡 今日这炭火 怎么烧得这样热 炭还是那些炭 并没有增加 只是时宜时宜 小主的心情 和原来不一样了 便觉着炭火 也更加热了些 我从前真觉得 黄山一言一行 比什么都要紧 可现在想来 还不如这盆炭火来的石子 我曾经那样期盼 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礼 现在想来 不过是一番痴心 不管如何 此时此刻 皇上最重视的是小主 正因如此 我猜这什么事 敬花水月 痴心妄想 皇上会这样带我 也会这样带别人 我没有办法 只有巧用心智 才能换来 我想要的东西 小主病了那么久 心里一直憋屈着 如今把话 说出来了也好 没有了心事 都不会自己 再苦着自己了 小主 外面宫门要浪锁了 咱们也睡吧 只怕还没个 安稳觉睡呢 小主 皇上过来了 不用请皇上进来 告诉皇上 我已经睡下了 喳 是谁 环环 你可睡下了吗 皇上怎么这个时候 过来了 臣妾 已经歇下了 环环 你身子可好了吗 朕要进来瞧一瞧你 才放心啊 臣妾正因风寒未欲 所以不能出来迎驾 也不能陪伴皇上 还请皇上见谅 环环 让朕进去瞧一眼 只瞧一瞧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 实在不宜晚睡 臣妾已经歇下了 起来 只会让病事缠绵 更不能早日侍奉皇上 还请皇上为臣妾着想 那朕回去了 小允子 好好送皇上出去 喳 奴才恭送皇上 拿水来洗漱吧 线下可以安睡下了 小主 外面这雪还大着呢 皇上来了 怎么连面也不让见一下呀 皇上明日来 我还是不见 皇上 时候不早了 您是要去哪个宫里歇着呀 估摸着安贵人这会儿还没睡下 或者去皇后娘娘和会员 都不去 回养心殿 是 去 宁回堂 喳 宁回堂 皇兄还说臣弟今天喝酒喝多了 留臣弟在宫里边住一晚 原来皇兄是怕 睡不着觉要找个人喝喝茶呀 别提了 到哪里都被赶出来 皇兄 你有三宫六院 是啊 是有三宫六院 可朕就想去个岁玉轩 却被三推四推给推出来了 婉萍说她身子不好不能试驾 就连朕想看一眼都不肯 婉萍是关心皇兄 所言也不错啊 朕知道不错 可是 看来婉萍娘娘的蝴蝶 是飞到皇兄心里去了 朕也不知道那些蝴蝶是怎么飞过来的 不过 不管怎么飞都好 朕只要她肯对朕用心就是了 你不知道婉萍的心子有多绝 为了朕不肯严惩年妃 她就能好几个月避着朕不见着 小小女子 可唯有这小小女子 却更使人动心 谁说没娶过附近的人什么都不懂 臣弟在皇兄身边这么多年 除了纯元皇后 没听皇兄这样说起过任何一个女子 朝政再烦再棘手 总有千头万绪可捉摸 可是一个聪明女人若计较起来 那是比朝政要麻烦许多 所以不聪明 却听话的女人最可爱 可是所谓可爱 却不一定会爱 朕找你喝茶 真是没找错人 皇兄既然喜欢婉萍 还是慢慢来吧 所谓心结 究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 如今 婉萍对皇兄有心结 皇兄何不妨稍作迁就呢 苏非诚 皇上 您还没睡着啊 天还没有亮吗 都三晶天了 再过两个时辰天就亮了 再过两个时辰天就亮了 睡了 再熄掉两根蜡烛 喳 皇上驾到 皇上心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刚下早朝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朕有件事要跟皇后商量 正好你们都在 不妨听听 今日早朝 准戈尔派人入朝求亲 为他们的英格可汉 求娶大清的公主做王妃 也按鞭名之心 天朝公主下嫁和亲也属常事 只要从宗室里边挑一个合适的女孩子 封了和硕公主下嫁便是 为难的是 他们此次要求娶的是嫡亲公主 而非宗室女子 准戈尔本属大清 不过是个边疆部族 大清肯下嫁公主 已是给他们极大的颜面了 竟然还要予取予求 非要嫡亲的公主 实在是得寸进尺 和亲一般都是选宗室女 臣妾记得只有先帝爷 将自己亲生的蓝旗公主 嫁予了准戈尔 正是因为有此先例 朕才不好回绝 皇上 温宜虽然是您亲生的 可他还年幼 如何能和亲啊 温宜若是足岁 朕也不必为此烦心了 如今 朝中的情势你们都知道 朕登基不足三年 刚刚平定了西北 准戈尔是一向凶满 若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 恐怕要起战事 而如再动兵 一时钱粮都不足啊 实在不是上上之策 皇上所言甚是 一切以朝政为上 安内 必得先攘外 为今之计 和亲是唯一的办法 只是朕亲身的瘟衣公主太过年幼 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准戈尔只说求娶嫡亲公主 未必是皇上亲生的 你是说 先帝最小的女儿昭闺公主正当妙龄 尚未定下人家 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可她 毕竟是朕 最小的妹妹啊 皇上日夜为国家劳心 连自己都富出去了 又怎能再练习一个 异母所生的妹妹呢 更何况 昭规公主的生母 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 即使日后皇上止婚 也不过是在朝中 挑个中等人家 又怎急嫁出去 给准戈尔体面尊贵呢 皇后说得对 朕只有这么一个 未嫁的妹妹 不能不为她打算 如此想来 准戈尔可汗 可算是上家人选 昭规既然是唯一的人选 那么就由皇后准备 时日后下嫁准戈尔 那臣妾一定尽力 为公主打点一切 既然是和亲 昭规原是和硕公主 就奉为孤伦公主 按顾伦公主的礼制办 是 办起嫁妆的事来 说简单也简单 都由内务府盯着 这说难也难 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 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 人多事忙 臣妾想 曹姐姐最细心 不如就请曹姐姐 帮公主准备着 臣妾实在不懂这些 恐怕有负了皇上 和妹妹的美意 你的心是戏 适合干这些 其余的 就由皇后拿主意吧 是 朕前朝还有事 先走了 恭送皇上 刚才半天不见你吭声 后来却又提议 让曹贵人去办理 和亲嫁妆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出生 是不赞成这门婚事 却也知道更改不了 更是心疼朝规公主 是啊 准戈尔的确是蛮夷不足 若能嫁得如意郎君 远些又何妨 而准戈尔的英格可汗 已经年老 是个年过六十的人了 可怜公主正当妙龄 英格可汗的年龄 做她祖父都绰绰有余了 但是皇上的意思 是公主非嫁不可 浅妾一身安设计 不知何处用将军 年更瑶不是骁勇善战吗 怎么不让她去评定 准戈尔的变换 能用一个女子 就能平息的事情 何必动用千军万马 何况年更瑶 军功如此卓著 若是输 咱们要付出的 不止一个公主 若是赢 年更瑶军功更胜 功高震主 所以和亲 是皇上必行之策 方才皇上做了这么久 可有正眼看你一眼吗 臣妾无能 不能得皇上垂哀 不是你无能 是婉平太能干 没她的时候 你是一只毒秀砖宠 可有了她 你就连平分春色都做不到 姐姐久未成宠 皇上一时新鲜 也是有的 那么以后呢 你成宠的日子也不短了 以后还要不要皇上正眼看你 臣妾 但请皇后娘娘赐教 婉平还未真正成宠 就以仙生夺人 你可还记得纯贵人吗 同婉平交好 同六宫交好 才是长久之计 你啊 臣妾明白 叫吃 输了 皇上输了 皇上可要留下 你日日赶朕走 今日终于肯让朕留下了 皇上这么喜欢岁玉轩 那臣妾只好割爱了 皇上留下 臣妾去梅姐姐那儿睡 皇上输了棋局要留下 可没说臣妾要留下 夜来风雪 臣妾身子未愈 皇上要留在这儿 那臣妾只得走了 你身子不好 你留下 朕回养心殿 臣妾恭送皇上 小主 都三四天了 小主还敢皇上走 不然皇上留肃碎玉轩 外面的流言 可多得很啊 流言再多又如何 做不过 是说我狐媚霍主罢了 那小主就不怕 皇上一生气不再来了 你可听说过 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 李夫人因倾国之貌 得性于武帝 而死前武帝想见她最后一面 她却以杀金覆面 致死不肯相见 只因色衰 而爱持 是后宫中所有女子的噩梦 只有永远失去和最难得到的 才是最好的 小主日日婉拒 为的是欲擒故纵四个字 所谓欲擒故纵呢 最终还是在那个秦字上 纵不过是手段而已 所以秦也要秦得得到 万万不可 前功尽弃才好 公主真是可怜 成个清冷冷清清的 连个来探望的人都没有 太平位分低微 皇上本来就没把公主放在眼里 何况是和亲这种 老死不再相见的事 皇上就这么一个妹妹 竟也忍心 即使是亲生女儿 到了这个地步 皇上也不得不肯 下次和亲 不知道又该轮到谁了 来 皇上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倒显得臣妾失礼 刚送了昭归公主的仪仗出城 朕瞧你秀得认真 舍不得炒你 臣妾只是闲来无事 打发时间罢了 公主可还好吧 他哭得伤心 朕也不忍心 出了城门便回来了 你在绣什么 本想绣个香囊送给皇上 只可惜臣妾手脚慢 只绣好了上头的龙 底下的祥云还没想好绣什么颜色呢 不拘什么颜色都好 你的心意最珍贵 皇上身上一事一物都马虎不得 正如皇上所言 香囊是臣妾的一番心意 臣妾更是不愿意有半分不妥 朕瞧着你身上的浅紫色便很好 秀成祥云和金龙的颜色也很配 此期东来 金龙盘飞 果然是极好的祥瑞之兆 等你绣好了 朕便把这香囊日日都带在身上 片刻不离 好不好 朕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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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皇上今儿 是留素养心殿 还是赵姓安贵人 是不是皇上 留在岁雨轩了 是 你不是说那个贱人 一直婉拘皇上吗 奴婢也只是听说 后来不知道 为什么又肯了 贱人就是矫情 装模作样地勾引皇上 娘娘不要生气 当心身子 娘娘 您点的欢迎香太多了 呛着您自己了 多吗 本宫怎么闻不到 本宫为什么闻不到 是啊 皇上没来 这欢迎香的味道也没了 婉萍身体好了 可以重新侍奉皇上 本宫心中也安慰呀 多谢皇后娘娘 启禀皇上 年妃娘娘在外求见 希望能向皇上请安 外头天寒 让她回去吧 就不必来请安了 年妃娘娘说 知道皇上不愿见 所以只求进来远远向皇上叩头请安 让她进来 让她进来磕个头请安吧 快到年夏了 来了这一趟 也算了了心事 就不必再来了 就让她进来吧 喳 传年妃进见 臣妾久为面圣 特来向皇上请安 起来吧 谢皇上 臣妾不敢求皇上宽待 赌居宫中之时 抄录了数十卷经书 今日送去宝华殿 请大师诵赌 希望可以为皇上祈福 你的心意朕知道了 回去吧 是 是 婉萍也出来了 真是热闹 臣妾先告退了 天寒手冷 等春来再抄经书吧 是 朕昨日看你穿紫色衣裳很好看 不如让内务府再多做几事 谢皇上 姐姐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让妹妹好生担心 妹妹言重了 若是担心 常来常往就好 可不是吗 婉萍抱病那会儿 正是妹妹得宠 哪里有时间 和旧日的姐妹相聚啊 你瞧什么呢 臣妾心想 快到年夏了 皇上 若多陪陪瘟仪公主 公主一定很高兴 嗯 看今日的寝室 皇上虽未宽幼年妃 却也未曾重罚年妃 可见偌大启事 还是有机会的 孩子没了之后我便知道 只要年羹摇不倒 年氏一族不倒 他年氏兰 在宫中犯下多大的过失 皇帝都不会 也不敢杀他 君权胜于皇权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 也不得不隐忍 这些我倒不懂 倒是 你和凌蓉是怎么了 我瞧着 倒像是生分了许多 生不生分 远不再来往不来往 唉 若是为了皇上 那倒是不值得 我瞧着他今日 好像是让着你的样子 值得这样吗 凌蓉 她很会欲退还进 事态炎良 人心历久方能见得明白 若是为了皇上 倒不值得生分 若是为了旁的 你自己瞧着办吧 咱们三个人一同进宫 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她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咱们能多担待 就多担待些吧 索性姐姐 待我数十年如一日 今儿雪也停了 我先去看望太后 雪天路滑 姐姐路上小心 嗯 锦西 陪我去御花园逛逛吧 换臂 你先回去 难道碰到两位姐姐 我正想着 这冰雪流离世界极难得 若是一人欣赏 我们岂不辜负 不如请两位姐姐 作伴可好 我本是要去看温姨的 可是许久不见娘娘了 道理应问安奉陪 那复查贵人您呢 不会不肯吧 嫔妾约了齐飞娘娘去看戏 有些不得空 不得空是一回事 若是叫人以为 姐姐做了什么亏心事 连和妹妹一起赏雪都不肯 那就不好了 怎么会